大家好,歡迎來到首歌柯柯,我是首歌 雖然台灣才剛上市小米 13 系列旗艦機 不過小米 14 的各種消息已經開始受到關注 目前傳言有可能在 10 月底 也就是高通技術峰會後正式推出 預計將採用 Snapdragon 8 Gen 3 另外,相機系統、傳輸介面、螢幕都有重大的升級 這一集首歌就來和大家分享 在進入正題之前,先幫我在這個影片點個讚 讓我知道你對這個主題有興趣 那現在,我們開始囉! 根據微博博主數位閒聊站的發文 延續小米 13 的福西和小米 13 Pro 的女娃代號命名 這次小米最新旗艦機小米 14 和 14 Pro 的開發代號是後繼和神龍 那也象徵著小米的扎根和豐收 主打外觀、影像以及體驗都有大幅提升 期望可以以體驗為王、顏值為王、萊卡為王 當作是這一代新品的目標 就讓我們來看看小米 14 系列會有哪些規格的變動吧 新款 Snapdragon 8 Gen 3 晶片型號是 SM8650 它採用了台積電的 4 奈米先進製程 配置了 1 加 5 加 2 的架構設計 也就是一個 Cortex X4 超大盒 5 個 Cortex A720 大盒 以及兩個 Cortex A520 小盒 其中 Cortex X4 的時脈高達 3.72GB GPU 的部分使用的是 Adreno 750 根據 Twitter 上面一位網友的測試 他在使用基於 OpenGL 進行測試的時候 發現他的效能比前一代增加了 30% 而在 Geekbench 6 的測試數據上 也發現 Snapdragon 8 Gen 3 處理器的單核跑分 是 2563 分 多核跑分則達到 7256 分 比蘋果最新的 A16 在多核跑分上多了將近 1000 分 效能表現相當強勁 在螢幕方面 根據 Twitter 網友 Universe Eyes 指出 小米 14 可能搭配由中國華星製造的 6.36 吋 AMOLED 螢幕 那它最大的特色是可以做到 1mm 的極窄邊框 這個特色可以讓它大幅的提高螢幕佔比 而小米 14 Pro 則預計會採用三星製造的 17 AMOLED 螢幕 螢幕解析度最高可以達到 2K 最大亮度也可以達到 2000 尼特 非常亮可以讓你在夏天在外面都可以看得清楚 造型上傳言會推出 2.5D 和 3D 大曲面兩種版本 不過首歌猜測 3D 曲面螢幕會使用在後續推出的 Ultra 版上 Pro 會採用 2.5D 螢幕用來增加更多的可用面積 另外還有直角中框和亮面弧形電磁蓋的設計 但目前還沒有看到渲染或者是洩漏出來的照片 這部分首歌就先留個空白 後續再和大家更新 再來看到相機的部分 最近這幾年小米和萊卡有非常多的深度合作 也讓很多人體會到萊卡相機它獨特的來味 根據推特網友CockySide的爆料訊息 小米 14 這兩款新機今年首次搭載了 4K 高解析度的前置鏡頭 相較於小米 13 也只有支援到 1080p 的拍攝 創作者的自拍錄影品質應該可以獲得很大的提升 兩款手機的主鏡頭都是 5000 萬像素 而且使用相同 1.28 吋的大感光元件 相較於小米 13 Pro 來說是小了一點 鏡頭部分呢 小米 14 配備了 90mm 焦距的前方鏡頭 可以提供 3.9 倍的光學變焦能力 小米 14 Pro 則有 115mm 焦距的前方鏡頭 可以提供高達 5 倍的光學焦距 還配備有 WLG 高透鏡感光元件的升級相機模組 在對焦和防震系統上都會有很大的突破 當代手機電池容量越來越大 如果沒有快充的搭配 手機就和啞鈴沒兩樣 根據又是卡吉賽在推特上面的分享 小米 14 系列將首度支援 USB 3.2 那你知道小米 13 Pro 搭載的還是 USB 2.0 介面 被網友罵翻了嗎? 明年的小米 14 就直接上 USB 3.2 傳輸速度直接翻了10倍 達到 5GB BTS 夠阿沙利了吧 供電部分 小米 14 將搭載 4860mAh 的電池 並且支援 90W 的有線快充 以及 50W 的無線充電 小米 14 Pro 則搭載更大的 5000mAh 電池 並且支援 120W 的有線快充 以及 50W 的無線充電 那這邊首歌也提醒一下 現在手機充電的速度越來越快 如果你還在用三四年前的充電產品 不想讓手機電源被炸乾的話 現在也該升級一下了 改天首歌會再做一集 市售大瓦數充電器的比較給大家參考 雖然距離小米 14 的上市還有一段時間 不過我們可以從這些爆料訊息 來看到一些端倪 那首歌也將繼續為大家帶來 最新的科技資訊和熱門話題 不要錯過我們下一篇的報導 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開起來 我們下次見,掰! 音樂